此视频真实还原了二战欧洲局部战场的每一个细节 往后看更精彩 1944年2月19日晚11点 英国空军的561架兰卡斯特轰炸机和255架哈利法克斯轰炸机 以及7架文士战机 正在英格兰东部众多机场的跑道上起飞并组成编队 向东穿越北海寒冷的水域 他们今晚的目标是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的四个梅塞施密特战机制造与组装工厂 同时美军的轰炸机也在机场待命 他们准备在第二天凌晨出发前往同一地区执行轰炸任务 为了迷惑德国空军 今晚英军还策划了其他路线的阳光 老师的斯特林轰炸机被派去轰炸德国基尔港口 一部分文是战斗轰炸机将攻击国陵和荷兰的目标 这种策略成功分散了德空军的注意力 德空军紧急出动的夜间战斗机 被分散开来前往这些地区拦截英机 主轰炸机群中的一些飞机携带了双缓管硬达器 它与英国南部和北部的一队雷达站进行通讯 以三角定位它们到达的位置 英国南部的雷达站被称为猫站 作用是实时调整编队的飞行路线 而北部的雷达站被称为鼠站 作用是报告炸弹释放点位置 然而莱比锡对双缓管来说太远了 超出的范围 轰炸机需要依靠机在导航 在主轰炸机群前方数公里处 是35中队的17架哈利法克斯轰炸机 作为领航单位 和138架双引擎的布里斯托尔战机的护航单位 领航机队的掌机执行过50次任务 经验丰富 领航机队有一个重要的职责 识别目标区域并投掷照明弹进行标识 让后续轰炸机知道投放炸弹的地点 这是一项危险的工作 因为为提高标识准度需要降低飞机飞行高度 德军不断地往天上打照明弹 照亮云层 试图发现任何来犯之敌 突然探掉灯发现了一架哈利法克斯 防空炮弹开始在领航机队周边爆炸 飞行两难开始采取挥避动作 凌晨2点43分 德军988和BF110夜战截击机 陆续出现在编队里 一架988用机炮击中了一架哈利法克斯 导致其头顶的燃料箱爆炸 轰炸机高度开始急剧下降 机组成员只能跳伞逃生 领航机队虽然遭受损失 但继续前行 当他们在凌晨4点前到达莱比锡上空时 他们震惊地发现大部分轰炸机群 已经在城市上空盘旋了 因为主力机群受到一个时速160公里的顺风推动 而不是之前预测的风速只有60公里每小时 因此轰炸机群比预期早了20分钟抵达莱比锡上空 被迫盘旋等待领航机的到来 在这期间 德军的战机击落了他们中的20架轰炸机 另外还有4架在空中相撞坠落 此时莱比锡上空乌云立步 领航机需要借助一个代号为 刘化清的短波机在地面扫描雷达装置 前方的第一架哈利法克斯 放下红色目标指示器 作为轰炸机群的盲标 随后辽机释放红色和绿色的刺激照明信号弹 紧随其后的轰炸机群看到指示 会靠近信号弹进行轰炸 这些挂着降落伞的照明信号弹 一旦释放会在空中爆炸 照亮了要轰炸的地区 借备森严的城市的防空炮 开始密集朝天上开火 随着目标最终被标记出来 轰炸机群在7000米的高度形成编队 第一批兰卡斯特和哈利法克斯 在凌晨4点08分释放炸弹 第78中队的一架哈利法克斯 还没到达目标上空就起火了 飞行员努力维持平衡 让轰炸机保持正确航向 它前面的一架兰卡斯特被防空炮击中 直接俯冲向地面 没有机组人员跳伞成功 就在它旁边的另一架哈利法克斯 被一架德军夜间战斗机击落 而这架起火的飞机 幸运地来到预定空域 清空了弹药舱 开始返航 后面的轰炸机编队继续执行任务 刚开始整个飞机编队是集中的 但德军的重型防空炮 迫使轰炸机在接近目标时分散了 因此后面的几波轰炸精准度大大下降 这次夜袭 英国轰炸机向莱比锡投下了2300吨炸弹 火焰延连近60公里 但是这些弹药大多落在城市南部的住宅区 导致970名平民遇难 就在轰炸机离开目标区域后 德空军的夜间战斗机再次咬住了他们 一直缠斗到英吉利海峡 第二天 太阳升起 早上7点 最后一批英军轰炸机返回到英格兰东部的空军基地 此次执行任务的823架飞机中 有78架被击落 551名飞行人阵亡 就在筋疲力尽的英飞行员准备回到他们宿舍睡觉时 美国第八航空队的轰炸机已经开始出发 1003架重型轰炸机在835架战斗机护航下 于上午10点集结完毕 其中三个轰炸师进行洋攻 他们将被派去进攻被占领的波兰境内以及德国东部的某些目标 他们的主攻方向还是莱比锡的组装工厂 美第八航空队在1943年遭受巨大损失后 其轰炸机部队已经重建 这一次 他们还将拥有一个关键优势 P-51B野马战机重新采用劳斯莱斯梅林发动机 同时增加副油箱 这使它的航程达到1370千里 足以掩护B17轰炸机进行最远距离的攻击 P-51B野马和P-47雷电战机在主轰炸机群的前方飞行 保持着无线电静默 战机飞行员耳机里时不时听到奇怪的嗡嗡的声音 这是德国雷达在进行追踪 随着庞大的空中机群进入欧洲大陆 与德国空军的遭遇战将不可避免 第56战斗机群的8架雷电正在侧翼护送轰炸机编队 到达汉诺威以西50公里时 一名飞行员在其7点钟方向发现了敌机 15架BF110分成两个梯队 正在掠过云层的顶部 没有注意到在其上空飞行的美战机 P-47排成一排 从后面切入德军队形 机枪悉处开火 德机猝不及防 在短短几分钟 15架BF110中的14架被击落 只剩一架逃脱 同样的空战场景 在轰炸机群的附近反复出现 美B-17轰炸机上的机炮手 难得惊异地观看着德军BF109和FW190战机 在被野马和雷电追击 B-17机炮手甚至必须小心翼翼地射击 避免误伤自己的飞机 美国轰炸机编队在强大护航下 近乎完好无损地出现在德国东部上空 他们的目标是 莱比锡的德军战机生产中心 此时的天空非常勤朗 除了防空炮弹炸出的阵阵黑烟 几乎没有遮挡物 非常适合进行精确轰炸 先期到达的轰炸机编队开始释放炸弹 完事后开始按照预定的航线撤离 一架B-17来到梅塞施密特装配厂上空 打开弹舱 但炸弹却投不下去 驾驶人关闭弹舱 重新开启 依旧无法释放炸弹 旁边的辽机们 在投下有效在货后正加速离开 该机速度正逐渐落后于编队 仅仅几分钟后 他发现自己处于孤独的境地 德军战机盯上了这架洛丹的B-17 一架德军FW-190从正面袭来 其机炮一阵扫射 B-17副机长当场死亡倒在驾驶台上 机长的右臂和脸背击中 情况严重 此时飞机已近乎垂直的俯冲状态坠落 短短时间内下降了近3000米 重伤的机长趁着还没昏迷设法 用他的左手拉回了控制杆 让飞机尽量保持停飞 此时飞机一个引擎坏了 有一个着火了 机长让机组人员跳伞 但有两名人员情况也不乐观 机组放弃了逃生 机长此时别无选择 尝试驾驶着受伤的B-17尽量返回基地 此时西南边的主轰炸机编队正在返航途中 得益于晴朗的天气 轰炸效果很好 梅塞施密特工厂受到了重创 尽管德国战机成百上千次的攻击B-17机群 但P-47和P-51在轰炸机群左右两翼的保护 像一个厚实的屏蔽网 让德机无法穿透 美国战机就这样保持队形 一路返回基地 与此同时 在北边那架落单的B-17 依然没有脱离险境 虽然飞机上的火已被突灭 但德国战机不断地前来纠缠 幸存的机炮手 尽量让德机无法靠近 还在失血的机长 此时意识已经模糊 每次要晕过去时 都被打醒 驾驶舱锅里被击碎 只知地图被吹飞 只能凭着记忆往基地的方向飞 机长在恍恍惚惚中 奇迹般地飞回了印度兰海岸 发现了一个小机场 准备放下起落架 但轮胎被卡住无法放出 机长决定机腹着陆 索性膜擦出的火花 没有引爆弹舱里的炸弹 飞机在跑到尽头平温下来 当最后一架B-17返回基地后 美军开始统计伤亡报告 结果出乎意料 他们只损失了21架B-17和4架战斗机 并击落了61架5机